欢迎四位登场 美园 欢迎天员 哎呦 光光 快点啦 不是这红布玫瑰之夜啦 快点 选在《农历七月鬼门开》的第一天宣传开跑 暑期抢挡 宁义国遍地酒分局 在记者会开始就搞鬼营造恐怖氛围 主演邱泽 温真凌 彭恰恰 刘雨儿 与监智和导演一同现身出席 没想到针对男演员一号二号的问题 痛狗可是很有意见 那人的海报的比较 男一女一 男二女二 是从左边数过来喔 等一下 一般都是看中间 没有 没有中间没有中间 是这样过去的 老艺人很爱藏那个 我们叫C位 人家邱泽是C位 他才是男一 我是男一啦 好啦 你一罩杯啦 男一啦 好烦喔 好啦 你是男一 然後呢 所以你就接了 是吧 鬼门开 有请季公下凡 保庇全台湾 没什么 有什么 七尾只要没有犯書 喔 这样喔 你现在你今天去任何一个封庙 有犯書有改变 也对 所以没办法 你担析不一定 王智 你不是借公图 等一下 第九分局啊 男主角是谁 邱泽 对啊 王晋 对啊 王鼎琳 对啊 碰 碰 碰碰 六港数亿两千万 七尾雅 七尾雅 好 谢谢 幽默的碰哥就连现场演艺神明上升 也不忘争取自己哪一号的位子 让全场大笑 而在片中全是季公上升的温真凌 也现场景气名神重现 其实季公师傅上升 它是要一个整个过程 而且它是要时间的 所以其实我们现在只能摆一个架式 好 那你来摆个架式 感觉一下感觉一下 不一样的温真凌 好 谢谢 第九分局片中还有邱泽与刘逸儿的精彩演出 特别的是惧怕灵异题材的邱泽 这回放展接下男主角 实在让人好奇 他要怎么推荐观众进戏院 实话说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吧 那怎么办 是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 应该是说新的类型 就是说 我们当然里面有很多惊悚的部分 可是在镜头上面 我们用很多新的方法去拍摄灵异 这件事情 因为以往就是 剪接的反差 或者是颜色影响 但除了这些之外 我们有很多的运镜跟 我们的特效是大家意想不到的 这电影里面你也讲得蛮多是 只是我们会下完你 下完你之后才跟你跟你说 其实不一定要那么害怕 可能要注意一些 有一些 有一些注意力 就是可以很安选的 很平和的这样过 我们两边是可以共同存在 共同存在 第九分局选在今年农历7月 鬼门关8月29日 当天首映上档 片中有哪些精彩内容 得要到时进戏院观赏 才知道 完全漏 王强曾喜兵采访报道